在這個練習裡面 我們所增加出來的 我們新學習到的功績並不多 可是看起來比前面的有一點點複雜一點點 我們在這裡會練習到怎麼去 specify 一個 angle 的 dimension 的表記度 然後呢完成了這個 profile 以後 我們怎樣去產生一個 body 我們透過所謂的 revolve 這樣一個工具 去產生我們要的這個 boat